新月幸福了 你是开心的 你是幸福的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了 欢迎各位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介绍野人出版社 出了一系列佛陀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今天想跟大家继续介绍 佛陀的日日小顿悟 然后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 然后我们今天请到野人出版社的苏惠 来跟我们听众分享这本书 来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安大哥您好 你们这样出一系列的佛陀 教你不生气之类的 为什么最近又想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像我们野人出版社 我们在经营这位长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佛陀系列书啊 其实像这次我们所要介绍的这本 其实已经是第四本了 那其实它在之前的话 我们曾经出过就是不生气的两个系列啦 然后还有一本就是教你不烦恼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它其实呢 它在那个一般在读是已经在读者之间 它其实都获得蛮大的好评 对那其实我们也一直有在想说 其实因为这个长老他里面所讲的那个佛教的那些真理啊 我觉得他很棒的方式是 他会用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 然后去教你就是你一听的这个状态 就会发现说 我会觉得我的 比方说也许你之前你的心里面有一些东西 你会觉得就是说很闷啊 或是有一些半导物发解脱的时候 那你在读了它的东西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说 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那我们这次会选到这本日日小动物呢 对 其实就是在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长期的在经营这个作者 是 对那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每次选择主题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比如像前面的不生气不烦恼 对 然后这本小动物其实我们就是会发现说 就像日本它的读者有很多的回应 他们就说他们觉得他们活在现在这个社会 那我们知道你每天都是 就会觉得那个社会的步调非常非常的快 对那你也是感觉上你会觉得就是说 你累积的压力很多 对 但是有一些你心里面的那些压力啊 或者是你脑袋里面的一些烦恼 你都觉得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 就是一个疏解它的管道 对 对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很有趣 因为它是用45个问答 对对对 然后它会就是 它也不是一下子就是要告诉你就说 这本书我们就是人生我们就是要大车大悟 等等之类的 对 就像它讲的日日小顿悟 是 它其实它就是利用每一个每一个 有关于我们人生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的问答 是 那你在读它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说 你好像有 幻觉有某种就是灵机一动的 或是说一个灵光乍现的那个感觉 对那我觉得其实它这本书它就会说 其实你日常生活中 你只要不断的去累积这些小小的顿悟 是 其实你的人生你就能够 比方说对于那些烦恼的东西 你就能够把它看得比较的超脱 那当然就是说你的心灵啊也会变得比较的充实 对 对啊因为我发现这本书就是它的一些标题跟出来的答案 我觉得是会让人家好像不太跟一般所想的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好像在颠覆一些立志的书 没错没错 对或是一些想法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里面在谈的哪些东西呢 嗯哼 那恩大哥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平常我也是看立志书的 是 对然后我很喜欢看的那个立志书 通常就是比如像说以我现在这年纪 我可能会觉得说 诶我希望能够往上 就是比方说我能够叫我上上啦 是 或者叫我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 嗯 因为其实当你在 你在这一个一个去推敲它那个文字的时候 是 你会发现心里面有好多 诶这个想法怎么跟我以前过得不一样 是 比如像说我觉得一般很多人都会说什么 我们人生要活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对 那或者是说我们人生我们就是 啊比如叫做人生只有一次 我们必须要完美做到每一个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比如像这样子的观念 我觉得这本书它却 我觉得这个长老它很有趣 它却马上颠覆你这个 它就说其实你追求人生的意义 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会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 啊这怎么跟我们一般 就是书里面教我们的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你仔细去读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讲的非常非常的 能够去切诵你的一个心理 以及你心里面有一些 也许你隐隐约约会觉得就是说 诶这样子好像似乎有一点不太对 但是我觉得它会用 它会用一个非常非常坚对的方式 然后就会马上点心你 那比如像说他讲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人生会常常会想要追求有意义 对啊 他就讲说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想要追求意义的时候 通常都是你内心不安 或者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对 比如像说有时候工作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就说 诶我工作每天都很忙碌啊 然后我感觉是没有我自己的时间 是 然后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的就是 我知道工作有意义吗 对那或者是学生 我觉得学生在念书的时候 那他可能大家就会想说 哎你认真念书等等之类的 但是很多学生他就会觉得说 奇怪我一直在这个念书的这个当下 然后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念书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义 那我觉得其实他就有点出这个地方 就是说当你产生了这样子一个比较繁杂 然后一个比较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注意到 这就表示你现在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安 然后你痛到了挫折了 对那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 有时候当你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当你如果说觉察到就是说 其实我会这么想 只是因为我现在内心非常非常的不安 是 那你反而就不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的危险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担心的事情 它往往都是未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发生的事情 对 对啊因为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 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反而恍然大悟 对对对 就好像是没有活在当下 就是就是我们会把 把过去的一些经验 或是未来 比如说到底未来是不是要有意义 对不对 然后那里面甚至有讲说 那个 第一章的第七节在讲 既然人生没有意义 就不必要活着了吗 对 但它怎么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有趣 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这位长老 他有讲到一点 他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很无常的 那你说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命 我们在整个广大的这个宇宙体系来讲 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小小的 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东西 但是我们是否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就说 好吧好吧 既然人生没有意义 我们就不要去过了这样子 对 然后他这边就讲说 其实他这边是在讲说 你不要去过度去追求它的利益 或是你把它看的 把这个意义把它看的 比如像说太严重 然后或者是把它看的就是说 是一个很轻高的东西 因为它其实会造成你的心里面 很大很大的负担 但是他同时也有讲到 他说其实我们人生本来就没有 真正的所谓的就是标准答案是什么东西 对 那最主要的是 你在每一个当下 然后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你从这些事情 或是从你的观察当中 你去学到 这样说 其实这边有很多小 有很多小答案 那也许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心里面能够会过得更好 那你的心思跟你的烦恼 就是那些东西可以消除的话 然后当下的眼下的每一件事情 都做好的话 其实你的生活就会充实 所以说他这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虽然他这边讲到说 我们不要去过度追求人生的意义 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你就说 我因为这样子 我就再也不要去好好过我的人生 因为其实当你在当下 你每一个当下都经营好的话 是 那自然你的人生 就会往好的方向去走 嗯哼 是 对啊 我希望每一个父母亲 应该要来看一下这本书 不要这么逼迫小孩子 就一定要用实际的成绩 来证明说他的未来 对对对对 那小孩子应该也要看这本书 要看一看说妈妈你怎么可以叫我 叫我一定要有意义 哈哈哈哈 赵父母就会被说啊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很多智慧在里面 是是是 对呀因为它里面还有还有讲说如何才能去除不安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会会有害怕或有些状况来的时候 当然就会马上想要把它把他去除掉去除掉啊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裡面給我們什麼啟示嗎? 其實我覺得他裡面講到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觀念 他就會問說為什麼我們人會覺得不安 那會覺得不安是通常我們可以想 比方說你會覺得那個事情它可能有點不如記憶的時候 比如像說我今天工作 然後但是我可能當下我交出了一個東西出去的時候 但是我會擔心說 我這個計畫他是不是真的會成功 或是說萬一他的經濟不好怎麼辦 那他其實有很多這個東西就是 原因就是說我們一直會很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往好的發展 然後一旦他出現了有一點點徵兆 讓你覺得說似乎不是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們內心就會開始出現很多的不安 然後也許就會開始煩惱說 我又是那個時候我再努力一點的話 也許這次的狀況會更好或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本書他其實他有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念 他說其實我們人生本來就是無常的 對那無常的話他就是指說 譬如像說我現在在跟大哥在講話 對那其實我們這個時間並不是就此禁止的 他是一直在流動的 對那所以說當他這個東西一直在流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將來平常說事情它會成功或是會失敗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其實人生中你都一定會遇到 但是我們人有一個蠻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往往只希望東西是好的 對 然後不希望往不好的地方變化 但是這個就宇宙的常理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有時候你要面對不安的時候 你就是當你眼前他發生的也許是一件不是那麼讓你滿意的事情的時候 你最好的一個方式就是你去接受他 你去接受就是說 我們人生其實本來就是會不如記憶 或是就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是 對 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它會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我覺得這本書它裡面有講到一個蠻有趣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比較有建設性的態度去面對它 是 對呀 就是你剛才講 其實在第二章的放棄歷史人成長的第18個單元 是 就在講說你必須要有建設性的這種心態 但是我覺得它的前一章是更好玩是 書上都說要有正面思考 所以我們不應該那個垂頭上去難過嗎 對不對 對對對 對呀 這個是在跟我們講什麼歧視呢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有我們的人 比方說你有時候看有一件書 然後現在其實也就是在你房間 有很多有關於你的心靈啟發 或者是你的那個 他常常會告訴你就是說 我們做事情我們就是要去正向思考 就近代或是說我用我的那個思考的力量 去讓它往正面的 是 假如說我們會常常會有其實說你有好的念力的話 去正向思考 你還不如就是用建設性的心態去想 那它所謂的建設性 譬如像說你今天遇到一件壞事情好了 那正向思考的人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啊 沒關係 它雖然現在是壞事情 但是它會好轉 它會好轉 它會好轉 但是建設性的思考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遇到這個問題它會說 欸 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那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走向 嗯哼 那麼我能夠做些什麼去改善它 是 對 那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遇到問題 最重要的應該是像這樣子的建設 建設你的思考 那這樣子無論當你的事情它的結果是好或是壞的時候 你用建設性的思考 你就能夠從中得到好的東西 是 嗯哼 對啊 就是 其實我覺得佛陀講的概念 就是有時候你又要接受無常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又要看清無常你知道嗎 對 就是說啊 我們那個要很 就是你不能太積極 對不對 太正向思考 因為搞不好你這樣 反而沒有學習的空間 或是你 你不知道原來在你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細節的東西可以讓你看到 是 但是你也許你又不能抓太緊 因為你抓太緊你就 你就忽略了這個世間的無常 它的變化 你其實是 是不斷不斷的在運作的 對對對 嗯哼 對啊 我覺得是蠻好的 嗯哼 真的是可以讓大家好好來 來讀這些書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三章 你可以過得再輕鬆一點 這張姐有什麼可以來跟我們大家分享的嗎 我覺得在這一張裡面 我覺得它有一個最有趣的部分 它就是講到 我們人為什麼會不滿足 然後會想要把自己逼到 譬如像說我們可能會常常 會看到周圍的人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那個人他好像 我們比方說我們同樣是同一個學校出生 那為什麼對方他就能夠過得 可能他的收入就比較高啊 然後他可能用東西比較高檔啊 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往往看了的時候 你心裡面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深情那種不滿足的感覺 對 對 然後這邊的地方我覺得 它非常非常有趣的是 它有講到就是 我們要去如何去克服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慾望 嗯哼 然後他首先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對 他說其實像我們人 比方說我們在享受這些肉 在在享受這些這些物質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用我們的身體 用我們的肉體去去去去享受它 是 對 可是他有講到一個人其實是有限的 是 比如像說今天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然後他非常喜歡住豪宅 嗯 然後他買了一千棟的豪宅 是 那但是你才一個人 你就是只有你自己一個人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享受到 就是就是比方說你真的要去享受到 這一千個豪宅或是什麼之類的 是 而且你反而會往往為了你要去管理這些東西 你又得花更大更大的錢 是 對 那所以說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誒 物質的豐盈它是否真的就是好的嗎 嗯哼 對 但是我覺得它這本書它並不是否定 就是說 你物質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物質不好 我們一定要物質就是 嗯哼 就是追求物質豐盈是錯誤的 是 而是它只是告訴你就是說 你有時候你在追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 在你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 如果你能夠去做到的話 是 然後你去好好享受它是好的 嗯哼 但是如果你覺得過度的話 那就是不好的事情 是 對 那譬如像說它有時候它會常常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人會覺得不滿足 嗯 對 那它其實覺得不滿足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跟他人比較 是 對 然後我們跟他人比較的時候 譬如像說 你可能也許你之前你覺得你自己生活過的還不錯 嗯 就某天在家同學會的時候發現說 欸 以前那個同學 那個曾經比我不好的同學 他怎麼現在 他的薪水比我高 哈哈哈哈 對 對 那個時候你的心裡面 你就會產生那個不滿足的那個想法 是 對 然後接著你就會希望就是說 啊 我是不是也能夠像那個人那個樣子 嗯 就是比方說也有比較好的物質的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在這樣子物質的膨脹之下 它對你的心裡面會造成非常非常不好的影響 是 對 對啊 就就就有時候真的是 是我們 我們常 太太被外在的一些狀況 或是別人的聲音 或是社會價值的期待 所所限制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 是不太清楚自己 對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是還蠻好的 是提醒大家說 你有更覺知的自己 你可以真的去過你自己 真正要過的生活 沒錯 而不是社會價值給你的 或是別人給你的那個概念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呢 我覺得 它除了再講到不滿足的地方 我覺得說 欸 那比如像說 我們如何要去克制自己 比方說 去讓你自己那個 很過度的那個物欲 讓他的慾望降低的時候 嗯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是 就是問你自己 就是說 我是否需要他 是 對 那 那並不是就是滿 他就會發現說 他就會講說 其實啊 你仔細細想想 你會發現喔 你身邊 如果 凡是你所需要的東西 嗯 其實我們都可以 輕鬆的去獲得它 是 但是 如果你感到 你感覺到很不滿足 你想要得到的那個東西 嗯 反正就會很困難 嗯 對 那其實我覺得 他裡面有講到 有一點 蠻重要的 其實就是 知足的概念 就是知足的概念 是 對 嗯 嗯 嗯 好 呵呵呵呵呵 好 那 那那個 再來 再來呢 然後呢 再來呢 我覺得這本書 它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念 他有講到我們人的自尊心 嗯 對 是 對 然後他就會講到就是說 其實他這邊的自尊心 他裡面 他通常講的就是 我們會認為就是 我自己最了不起 的一個傲慢的心態 哦 是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他最有趣的地方 他常會說 為什麼我們人 這麼容易生氣 是 然後為什麼會容易會 會出現很多負面的情緒 是 那其實他 他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有 有很大的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 對於自己的 真的是 是太高了 嗯 比如說 他就說就算是 有時候很謙虛的人 然後他比如像說 他每次要用什麼東西 他就想說 啊沒有啦 我這個東西做的 也沒有很好啦 或是說 啊其實我這個人 比較不踩一點 嗯 我等等之類的 是 就是雖然說 他表面上講的 是賤虛 是 然後但是如果你真的回答說 對啊 我覺得這東西做不好 你這個人真的有點 什麼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心裡面 會生氣 嗯 對 然後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這個人 他嚴重的傷害了 我的自尊心 是 對 但是這邊他就會講就是說 你覺得這樣子一個 就是對於自己覺得自己最好的 這樣子一個自尊心 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嗯 嗯 然後我覺得他有很多的地方他就會講到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在面對這樣子一個情緒或是遇到一個情緒的波動的時候 是 最主要的是你不應該把你自己的這個自尊 嗯 把它看得這麼這麼的高 嗯 或者是把你的自我看得這麼高 是 對 那當你把這個你很虛心的去把這個東西就是看成就是說 其實我的生命不要就是沒有就是生命這種東西它其實就是你就是能夠把張下做好就好了 是 嗯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他這邊好像點醒說 欸 伯陀好像沒有特別談愛這一件事情 對 可不可以來跟我們談他他怎麼來說說愛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地方他所講的那個愛的觀念其實是很有趣的 嗯 因為他這邊他就直接點名他說其實愛他這個字或是什麼字 他其實本身是一種自私的佔有欲 是 對 比如像說我們常常我們會看到有一些比方說 嗯 年輕人他可能比較感情不順的時候 嗯 然後通常你會聽到其中就是呃被欺負的那一方他就會哭 就會哭著說 啊我明明對他這麼好 哈哈 為什麼他背叛我 我這麼愛他為什麼他不愛我 是 對 可是你仔細的謝謝讓你看咯 你在在這個當下的你的愛那個前提是 你所付出的東西你要求相同的回應 比如說我這麼愛你你是否也應該 就是按照我我對你這個程度這樣同樣的去愛我 是 對 然後所以說有時候他常常會講 他其實並不是說愛這個東西不好 嗯 但是他會變成就是說我們一般所去認真的那個愛 他其實裡面的佔有性是非常非常強 嗯哼 而且他是要求回饋 就是有一種要求回饋的那種強制性在裡面 哈哈哈哈 對 所以說他就會想要就是說 比方說你有時候真的真正的愛或是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比如像說我有喜歡一個對方的權利 對 但是我沒有權利要求對方也同等的喜歡我 是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嗯哼哼哼 對啊我覺得我覺得就是我們一般把愛吼 就是可能會把它變成自私 就是佔有的一個愛吼 對對對 對就不知道其實其實其實好像愛就在那裡吼 是 哈哈哈哈 好 OK喔 他這個我覺得他這個章節還有一個比較精彩的吼 可不可以跟就是他第38個吼 就是我明明已經很努力了吼 為何成果不理想吼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聽眾朋友也會很想了解跟知道的吼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為其實像我們也 我們平常我們日常生活也常常會去認為就是說 欸有件事情我覺得我已經做到很好了 但是為什麼他的成果沒有這麼好 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長老他就是 他非常一針近血的去跟你講 他就是說當你覺得你自己已經很努力 但是你的成果不理想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要去反思一下 你自己在那個當下的能力是不是還是不夠 對 然後他就會想的是說 其實你當你就是比方說你覺得你想要付出 然後他最後會有那個相當的成果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提升你的能力就能夠做到 但是我們可能有時候會在當下 我們可能就是我們可能自認為就是說 欸我已經盡了很大的力氣 但是他東西沒有 但是他成果不如幾億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你就像前面講的 我們可以用非常建設性的心態 你也許可以去想 欸這個地方我雖然我自認為我已經盡了很大的力氣了 但是為什麼他的東西成果不如理想 那是否我哪些地方還必須要去加強 對 所以說他就會講就是說 當你面對到人生的這些失敗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的並不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就很負面的想說 啊我算了 我就是我就是不好或什麼之類的 那你也不用很樂觀 你就想說 啊那只是當下沒有人看到我的努力 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努力會被人家看到 對 不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你去想想看說 欸既然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我就是覺得我付諸你的 但是沒有到我要成果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去思考 就是說我中間是否有哪些東西不夠 那不夠的那個地方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提升我的能力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樣子的話 你只要能力提升的話 其實你就不會再遇到這樣的問題 是 對啊 我覺得真的是如此 然後再來我們來談第五章 快樂加倍的減法人生 就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想要增加 到底什麼東西要減少 那這個章節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可以跟我們讀者或是聽眾分享的呢 是 我覺得它裡面講到一個減法人生 跟加法人生的概念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是 那就像加法人生 其實像我們一般我們的 我們從小 是長大的那個經驗 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你就是要用功讀書 那用功讀書之後 你就能夠賺很多錢 對 對 那你賺很多錢 你就能夠過很好的生活 是 那過很好的生活 你就會很幸福 對 就是我們通常 其實從小 我們會一直被人家生殖這樣子的一個 對呀 對呀 是 可是 其實實際上 你去看很多人 他們會覺得就是說 欸 為什麼 我 有時候我已經真的獲得我想要 或是我當初想要的東西我已經獲得了 嗯 但是我的心裡面 為什麼沒有那種很愉快的感覺 是 對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它就有講到一個地方 我覺得 它就會講到說 當你覺得就是說 你手上的東西已經很成功 但是你還是沒有辦法獲得快樂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時候就必須要想想看 把你以往就是加把東西越多越好 成功越多越好 財富越多越好的一個想法 嗯 去把它切換到就是 我們試試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去分享給別人 是 然後去把這個東西去 就是 比方說有一些就是 把 把你手上多餘的物資去分享給更需要的人 嗯 那 它就有講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 人生我們不 不要就是追求加法 是 我們追求這些減法的時候 然後把東西 把你的那個幸福 然後把它回饋給周遭的人的時候 其實你反而會過得更快樂 所以說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會發現就是有很多首富 比如像說就是 這些一些很致命的首富 然後他們就是賺了錢之後 然後你會覺得說 哇 他那個錢賺的也太多了這樣 但是他到最後 他們到了就是人生的 一定的一個高峰點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開始做慈善 嗯 對 對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個 最一個很能夠體現就是 呃 當你就是 去過一個減法人生的時候 其實你的快樂會更加倍 嗯哼嗯哼 對啊 我覺得就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 就太過於 那個 追尋 對 嗯哼 所以它這個裡面有一個章節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就是 呃 第四十二個齁 就是夢想要遠大齁 只有我覺得一直追趕好累 哈哈哈哈 其實啊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從小常常 經常會被交叉的 對啊就好累喔 一個人一定要有夢想 是是是是 而且你的夢想要非常非常的遠大 對 然後你要遠大的時候 你的人生才有目標 你才能夠很好的方向去前進 是 但是我覺得 這個地方 我覺得佛陀他有提醒你一件事情 他就是說 他並不是否必夢想 對 但是他覺得夢想這種東西 其實你必須要經過 呃考量你自己周邊的狀況 是 對 然後先從你可以實行的地方開始 嗯哼 就是變成說 比如像說我們跟一個學生講說 欸 你你你夢想要很偉大 當 對 然後他一開始就說 好 那我要我要 我要當 我現在來可能要當個什麼 科學家當個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是 但是 你光是這樣子想 你沒有去想到一個 你目前可以自己先去做到的事情 嗯 你的內心就會覺得 啊 怎麼覺得夢想越偉大 內心越空虛 對 對 那我覺得其實我之前看有一些成功學的書 嗯 我覺得他們很有確定 它是說 定立夢想 最好的一個法則是什麼 嗯 就是先從具體的 小小的 可實性的去做 對 對 然後當你完成了一項的時候 嗯 然後你再去從 比方說你完成一下 你的能力已經有升級了 是 或是你的某些 你原本 預想的那個狀況 它已經提高了 嗯哼 這個時候 我們再去想 接下來一步 我們如何在一個可實性的範圍之內去做到 對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的書 他們就會講到就是說 就是那個是真正的 就是親身的 親身的驗證 就是別人說 其實你的夢想有時候你要小的具體 是 對 然後我當我就是把這個完成之後 我再去找下一個夢想 然後一步一步就是踏實的往上面走 在這個的過程中你就會累積你的成就感 是 對 對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我就是把我的夢想就是跨到一個就是 就是感覺上你會覺得難以實行的部分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反而會對你的心裡面造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我做不到 然後而且一想到這件事情 你會想到說 這好像是一件很難實習的事情 那反而會讓你的內心覺得非常的空虛 對阿 對阿 我覺得這45個那個 呃 什麼 章節 對 對對對 喔 真的是可以讓大家可以在在這個過程裡面齁 就是 就有一點有一點小頓悟齁 對對對 看清 看清 就是 你你人生的方向跟目標齁 而不會困惑在在這裡頭 對對對 對啊 我們今天真的謝謝那個 淑慧齁 恩 謝謝大哥 跟我們分享那個佛陀的日日小頓悟齁 然後野人出版社謝謝你喔 恩 謝謝 好 掰掰 掰掰